小明星 楊潤 各位賀秉 老師 還有我們大家 大家好 我們這一組有陳建佳哥跟魏宜娟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搖沿狗坑步道 養人口坑步道它是一個會在台中都會區 一個非常方便的夠到達的一個地方 之所以為什麼要叫養人口坑步道 以前這個地方它其實很多的養人狗樹 那養人狗樹所謂的那個地方的人 就叫這個地方叫養人高坑 所以 然後後來因為有一些居民就開始進去墓農 或者是進去散步 所以現在養人狗樹已經為了安全期間 已經漸漸的讓它就是撤掉 就是讓它移除了 所以現在在養人狗坑步道 其實看不太到養人狗樹 只剩下一個這麼可愛的一個名字 今天跟各位要從這四個面向去介紹 叫養人狗坑步道 首先我們先簡介養人狗坑步道 養人狗坑它在台中的南邊的太平區 那太平區 然後養人狗坑步道它在太平區 在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投便坑溪的旁邊 而投便坑呢它是枇杷的故鄉 所以在投便坑那邊種出來的枇杷 其實特別好吃的大家可以去試試看 那投便坑呢它以前是漲滿了張樹的 我們都知道張樹可以提念張腦羅、張腦砂 而且呢台灣的張腦的產業 可以追溯到寧朝的時候 從那個時候一直到日據時代 台灣對於張腦的出口一直都是世界第一的 那跟當時呢 跟蔗糖還有茶葉並稱為台灣的三寶 那所以呢在養人狗坑步道附近有一個 然後養人狗坑步道附近有一個 然後養人狗坑 然後養人狗坑這個地名的相當特別 也就是之前在那個時候 養人狗坑步道附近還有這麼多 就是在太平這個地方非常有的一些景點 大家去步道走的時候 也可以順便到這些景點去參觀 接下來是我們對於這個步道的調查跟分析 如果你要去養人狗坑步道的話 可以走可以搭公車搭公車的話有兩個站可以下車 一個是一江橋站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剛剛提到的腦管站 而在腦管站的旁邊呢就有i-bike的租林站 所以如果你要騎腳踏車來的話也是很方便的 另外如果要開車來的話呢 可以從一江橋旁邊的這個路口進去 或者是從那個東坪路二段這邊 那邊那個路口進去也都有停車場 所以開車也是非常方便的 而養人狗坑步道呢 主要呢他會他有一個主步道 而且他有很多的支線 所以他有第1234號的步道 以及裡面呢還有430站道 還有一個303的一個逛高樑 那邊的掌握非常的好 值得一提的是他這邊這個地方有一個大潭仔 大潭仔呢他在921之前 因為這個養人狗坑這邊呢 他有一個建案 所以大潭仔的那個時候被填平了 結果後來因為921地震的關係 這個大潭仔又被震出來了 震出來之後呢 震出了一個台灣的形狀 像這個樣子 所以呢現在大潭仔呢 他又叫做台灣潭 非常的漂亮 大家可以去看看 而至於土地存儲的部分呢 養人狗坑步道 他在這裡的話呢 呃浅粉紅色的地方 其實是石油地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養狗坑步道其實 絕大部分都是經過石油地的 養人狗坑步道呢 因為很多支線 所以他總長度是13.2公里 那最高的地方呢 就是剛剛提到 三天山這個旺岡樓的部分有480公尺 呃是屬於小百岳之一 但是呢他主 他大部分的步道的波度呢 就是在低於5%的一個地方 非常好走 那也有 也有好漢坡大概是30%的一個波道 大家可以適合 找到適合自己的路進去走就可以了 而在這個地方呢 他的 根據中央氣象局的調查呢 呃這邊呢 他的雨量呢 大部分會是集中在5月到8月 這個屬於夏天的季節 那平均的溫度呢 大概是27度 非常而宜人的溫度 至於在地質的資料部分呢 呃有一口坑步道 他有經過所謂地震的那個車横浦斷層 這個地方 那不同於太平區 太平區大部分的地方呢 其實都是屬於狗哥三層的地層 而養人狗坑步道 他的特別 他其實是比較接近苗栗的 濁蘭層的地層的這個地方 而濁蘭層有什麼樣的特點呢 濁蘭層他的母質鹽性是屬於沙鹽 濁蘭層的而且根據農事所的調查呢 他的土壤化育圈是屬於黃狼 土壤的質地是分子狼土 分子狼土呢 他可以飽水保肥 所以呢 他的 所以在咬的口坑步道這個地方 他的植物林項 植物生長是非常的旺盛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有許許多多不同種類的植物 在咬的口坑步道旁邊 你在走步道的時候就可以看到這些樹啊草啊花啊 於是呢 這些呢就會提供了許許多多的蜜原 以及小公屋們的食物 所以也可以看到許多的蝴蝶 還有像說蜥蜴啊之類的這種小公屋 而且呢在咬的口坑步道附近的居民非常的熱心 他們會自主的來維護這個步道 所以呢我們可以看到我們步道的鋪面呢 有一些其實是有一些自然步道 他們也有一些已經水泥化了 那還有一些屬於半自然的狀況呢 是像說有空間端塗層 或者是塗石包 或者是一些木棧堡 根據以上我們所調查的這些資料呢 我們對於養狗跟步道進行的分級 以及一個分析 我們利用那個美國的ROS的步道分級的系統 我們認為養狗坑步道呢 它是屬於介於自然與鄉村地區之間的 這種步道分級 這個分級呢 它有一個就是它有優異的自然環境 但是它也有一些明顯的一些人為的一些痕跡在 但是呢自然的景觀是非常合宜 而且自然度是屬於中等的 然後利用磁化成分級 養狗坑步道呢 我們最大的優勢呢 是在於說它有一個山丁山的小百岳 而且呢還有剛剛大家看到一個形狀很特別的 一個台灣潭 這是非常吸引遊客的一個地方 並且呢如果它已經經歷過921的地震 所以它可以保留一些自然的負面 讓我們的手作步道可以進行 也就是說呢 當然我們在地震帶那一邊 所留下來的一個自然的負面呢 大部分是屬於在入口處 所以呢 我們只要在入口處那邊進行 手作步道的施坐的話呢 遊客一開始走進去的時候 就可以感受到手作步道的新合力 而且呢它可以直接的跟後端那邊以及水泥化的 那個手作步道 水泥化的步道做比較 可以馬上知道我們手作步道的那個感覺 但是在劣勢的地方呢 因為凸面已經大部分都是女水泥化了 而且呢土地全屬主要都是私人土地 所以還有需要溝通的地方 而且呢它地主地震帶 地質環境它比較不穩定 再加上它其實旁邊都有會有些農地 所以會有一些車輛經過 所以對於手作步道它其實 步驗來說它其實是一種威脅 然後呢我們對於我們根據剛才的分析 來做一個步道規劃的構想 還有一些改善方案 人口跟步道呢 它八成都已經在 都已經是屬於水泥化的步驗了 比如灰色的地方 而自然的步驗呢 是紅色 然後還有一些半自然 像說戰道的地方是黃色 我們這次所看到的設定的工區 是屬於站在臺灣潭附近這個地方 有一些大多數都還是在屬於自然負面的部分 我們所觀察到呢 這裡裡面有木梯腐朽 有種路面下駛還有步道凝蔽的狀態 而路面下駛主要其實是因為水油的沖池 所以在路面下駛的部分呢 我們會建議設置導油溝 然後設置導油橫木讓水排出 並且能回填一些土石 並且夯實那個路面 減少這個路面再繼續下駛 另外步道裡面的部分呢 我們會希望說就是把這上面一些 比較軟爛的這些腐質層 就直接先把它移除了 並且呢要改善路面上面的那個排水 讓水不會再繼續积在路面上 接下來是階梯腐朽的部分 會希望就是先拆掉這些腐朽的木棧道 那因為狗坑步道它本身植物很多 所以可以在就地取材 然後利用手作步道工法去做木階梯的施作 最後呢 我們這個小組呢 希望對未來的規劃過想 是希望說我們利用手作步道的方式 保留這些半自然的撲面 然後讓民眾在步道上面 能夠感受天然的景觀 而且獲得舒適感 最後呢 利用你們手作步道的方式去做示範 並進而可以引發社區的討論跟參與 謝謝各位 好 我們的報告進行的相當緊湊 前面三場報告已經完畢 然後我們有10分鐘的休息時間 後面有準備茶包 咖啡包 還有簡單的點心 大家可以趁這個10分鐘 就是休息一下 那同時也是可以做一些交流 謝謝 大家可以趁這個10分鐘